非常不開放的地方 我們要開放這一件 對 沒錯 沒錯 大概了解 講完了 現在大家都要學唐鳳 講完了 欸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講開放開放政府 其實因為開放政府的過程 在太不開放的時候 要再開放一下 那所以就是 我現在是台北市政府 有一個叫做青年事務委員會的委員 其中一個人 然後大家已經都不知道有這個委員會 因為沒有人知道有這個委員會 就是開放政府不開放的地方 然後就是 剛剛到現在幾個月下來就覺得說 讓大家知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不管你機制設計的做開放 這很少人知道也是沒有用 所以讓大家知道大家是誰 大家是一般的大家 還有在從事開放相關工作 還有抱持著開放相關信念的大家 就是有兩種 有兩種就是想像一個同心緣 對 好 所以因為今天有外國朋友 所以我們投影片就是做英文的 我還不用會用中文講 就是我們 台北市政府有一個叫做 今年事務委員會的委員會 然後它是一個副級的單位 所以它的主委其實是何文哲市長 不過以後的話就是 突然誰是市長 就是市長 然後它 它是一個 能夠直接對台北市四個局處 提出你的新的想法 然後 局處就 因為如果是委員會的提案局處 就必須要提出可能性爆發 還有各項的評估 然後最後有可能會直接付出實踐你的管道 所以在這邊提出來 其實就是想要開放自己 所以想要讓 這個管道讓更多人知道 因為這邊 有露營 然後又是CC5四處 所以應該可以有很多人可以看到 然後 因為我現在是個人的委員 然後委員會的好處就是委員個人 就是 委員個人的立場代表委員個人 比如說大家有什麼建議的話 就可以透過我這個委員 然後進入台北市政府 然後做相關的議案 所以目前是這樣子 那 對我來說 對其他委員可能不一樣 可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台北市 這個委員會是一個 可以提新的想法 然後也可以提對舊制度的改革 然後甚至是 像我們在推開開放政府一個 一個可以使用的管道 那它的架構大概長這樣 那 左邊是委員 委員 目前這一屆是第二屆 那 如果市長在 柯文哲市長在這四任 應該就是會有四年 就會有四屆 那今年是第二屆 那會有十個 所謂的府外委員 那其實就是一般人 然後會有三個專家的委員 還有兩個副主任委員 那主任委員就是柯文哲安 那我呢 就是最上面那裡 就是其中一個外國人 那這十個人呢 有些是學生 有些是在職的人 那這三個人呢 三個人分別都是在不同議題的專家 然後這兩 剩下兩個人呢 一個是市長市的專員 另外一個是市政府裡面的 有點像是Political Federation 就是他是熟知政治領域的一個人 這樣子 然後呢 右邊呢 這是我們 我們嗎 右邊是青年市委委員會 直接對的四個局處 那最上面是社會局 然後再來是文化局 然後下面的話是觀光傳播局 還有產業發展局 然後後面的話就會跟很多相關的局處 比如說財政局啊 教育局這些東西 然後資訊局跟那個都市發展局 然後中間的話就是市長樓 所以那這個 委員會嘛 就是委員會就是要開會 所以那委員會呢 有四個工作組小組 會對到四個主要的局處 就是社會 文化 產發還有觀傳 然後中間的話 就是WG 大家都知道就是Working Group 然後中間就是大會 所以每三個月會有一次大會 每一個月會有一次小會 然後呢 其他就是透過 在小會或大會上面 寫出 確實的你想要做什麼 然後工作小組就會進行評估 那 想像中呢 就是 好這是委員 委員是從 普羅大眾選出來的嘛 所以一堆人裡面選出了幾個委員 然後幾個委員 然後就跟局處 右邊的三角形 在工作會議上面 討論討論討論 然後就 就冒出個提案 然後就可以做出什麼 實際上的事情 那 可是難處就是 因為代益民主 難處大家都知道 就是委員選出來之後 委員就自己搞自己的 然後也不管後面這些人在想什麼 所以 今天講的開放開放政府 就是想要讓大家再重新能夠來參與這個過程 就這樣 然後呢 欸 我們有一個 就是 寫這麼大 大家應該要好好抄下來 因為 而且後面的網址又很短 只有四個字 就是 TPYC 那TPYC是 就是用Youth 這個字實在是很丟臉 可是它其實就是 它名字就是叫青年委員會 這樣 嗯 所以這個網址大家可以抄下來 那我現在還要多久 其實我已經講完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HighFolver 來看一下 欸 就是 在台北市裡面 讓大家看還有一分鐘 YES 太好了 HighFolver就是長這樣囉 所以 欸 左邊就是我們一些公開的文件 那這邊你可以直接點進去看我們這一屆的委員名單 然後我在這邊 我 對 然後其他人就在這邊 那裡面委員就除了這邊 是剛剛講的兩個副主任委員 三個專家委員 還有十個府外委員 然後 上面有五個局長分別也都是 欸 怎麼說 就是這個委員的 文匯的委員 然後呢 我們現在 欸 因為我是G0D 等於是我們參加G0D的 所以我在裡面提的專案就是開放台北市政府 然後我們 就針對了 欸 我們就提了一些新的專案 還有一些舊的專案 把它融入了開放政府的一些元素 然後 大家可以在這邊 在這邊那個 reference一下 然後呢 我們在跟 我們剛剛講的四個工作小組還有大會 我們都推開放 開放會議的機制 就是我們現在都用Google檔 來做會議紀錄 還有會議結論 那這件事情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 可是對公務員 公務單位來說 真的不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因為他們通常會議紀錄 都寄結論 然後回去還要什麼簽成 所以我們就說服他們說 我們就當場做結論 然後當場就 這樣子就搞定 就不會有什麼 他們回去會議紀錄亂寫這種問題 所以呢 這是我們目前的成果 然後我們 之後還會繼續推 然後因為這個東西也就是 沒了 講完了 那其實這個非常上線的 就是請大家就是 就是手下留情 不要那個 然後如果有問題的話 欸就是 欸如果有問題的話 就是 這是我的ID 去好友 好 然後這個網址再給大家記 好謝謝大家